演算法推理巩固了统计推理技术的新发展 这些技术是透过任何数据分析师都可以广泛使用的强大计算设备实现的 该领域的基础是计算学习理论 力度计算 生物资讯学以及过去的结构几率 Phraser1966 主要关注的是计算统计数据的演算法 这些统计数据是随机现象研究的基础 以及产生可靠结果所需的数据量 演算法推理巩固了统计推理技术的新发展 这些技术是透过任何数据分析师都可以广泛使用的强大计算设备实现的 该领域的基础是计算学习理论 力度计算 生物资讯学以及过去的结构几率 Phraser1966 主要关注的是计算统计数据的演算法 这些统计数据是随机现象研究的基础 以及产生可靠结果所需的数据量 计算随机现象研究基础统计数据的演算法 以及产生可靠结果所需的数据量的演算法的主要重点如下 1.计算随机现象研究中的统计数据的演算法 这些演算法用于计算随机现象研究中使用的统计数据 例如平均值 变异数和标准差 2.产生可靠结果所需的资料量 产生可靠结果所需的资料量取决于所计算的统计资料的类型 演算法推理巩固了统计推理技术的新发展 这些技术是透过任何数据分析师都可以广泛使用的强大计算设备实现的 该领域的基础是计算学习理论 力度计算 生物资讯学以及过去的结构几率 Phraser1966 主要关注的是计算统计数据的演算法 这些统计数据是随机现象研究的基础 以及产生可靠结果所需的数据量